令家長非常的心疼 這是臺南有一位九歲腦麻兒 近幾個月來 家長在他的身上發現了不明的傷勢 到月監視器才發現 是遭到請來的居服員粗魯對待 不時會對孩子重衰 而在議會質詢時 有議員揭露了這段影片 算是市長黃偉哲表示 感到相當不遠 但讓家長不滿的就是說 向市府設政單位申訴之後 遭到百般拖延 家長指控消極處理 九歲腦麻兒 居服員動作粗暴 換個時間又是一次粗魯對待 身上孩童的父親 幾個月來發現小孩身上 莫名出現瘀情傷口 直到看了這些監視畫面 驚覺請來的居服員 竟然做出這種惡行 孩子痛到都哭了 市長你看到這樣的影片 你覺得怎樣 我也很不忍很不捨 發生這樣的事情 韓市議員林彥柱議會質詢時 揭露這件事情 這名可憐的九歲男童 基因病變導致腦性麻痺 患有癲癮 無法行走 全面發展遲緩 生活無法自理 卻遭到如此對待 讓父親相當痛心 但讓家長更難以接受的是 早在五月二十九號時 就已經拿著影片向社會局申訴 相關人員看了 也認為確實有問題 但後續竟然沒有相關協助 包含通報以及驗傷等等 一直拖了將近七天之後 爸爸再次向長照中心申訴 才終於有動作 目前涉案的居服員被停職移送法辦 但社會局單位消極處理 猶如在家長的傷口上撒鹽一般 二次傷害 接著楊華談談報導